在福建章谱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台风山生态农业园区里,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果挂满枝头,其中步伐原厂于澳大利亚的手指柠檬,非洲一带多件的神秘果等,这里便是台农蔡志阳一手打造的小天地。 来自台湾嘉义的蔡志阳,祖辈、父辈在台湾都是从事果树种植研究。2013年,怀着到大陆走走看看的念头,蔡志阳带着果苗之声来到章谱,开始了创业的旅程。 那我认为说大陆这边的市场很大,那我们市中成功之后,我们就大面积再下去扩种。 在蔡志阳的努力下,经过七年的持续经营,从世界各地引进的百余个花木瓜果新品种落户章谱,经过驯化栽培,多个品种成功落地并推广种植。 包括贴系贷款或者是农业设施补贴等等,那其实这一些的会台政策是我们在台湾所享受不到的,那我们觉得我们从台湾过来这边发展,好像是从另外一个家回来故乡一样。 我们把台湾的精致农业交给这边农民,那我们也把这边的好的一些行销模式带回去台湾,让更多两岸的农民大家都可以受贿。 2019年2月,蔡志阳成为大陆首批台籍农业科技特派员之一。 她告诉记者,经营农业要做策略式营销。 她先种植这些当地农民不熟悉的新奇果种,打开市场后再带动更多农户种植,同时帮助他们建起销售平台。 我们必须要当一个脱贫公斤的领头羊,我们先种出来,他们来参观之后,我们跟他说这个品种的一些好处或者是销售渠道,也我们做示范,让农民他们可以更贴切地知道说,为什么我们要推这个品种,为什么我们自己要种这个品种,然后让他们产生信心,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种。 在漳州,像蔡智阳这样深耕大陆的台农并不少。 在长泰县,记者见到了正在茶园内录制着视频的曾冠影。 我们茶叶的话,一般来说的话,回甘就都是在这芽点,然后香气是在叶子上面,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采摘的标准就是这样一心三叶,那这样子的香气会非常充足。 在视频中,曾冠影向茶友们介绍着茶叶百科,这样的小视频他已录制了上百期,依次打造自己的茶叶IP。 出生于1988年的曾冠影是台湾台中人,来到大陆已有16个年头,而他的爷爷爸爸则常年在大陆打拼,祖孙三代接力生根大陆。 如今,曾冠影接班成为家族茶企新一代掌舵人。 在常泰县,他们承包了600亩茶商,种植东方美人茶、金白龙茶、红茶等台湾茶系列。 农业的部分的话,其实它是一个,在大陆的话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,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好的这观光业,或者说农业文创这块的话,其实我们这里都有一个很好的腹地,很好的平台可以发展。 2015年,曾冠影与大陆姑娘张文娟喜结联礼,他们各自发挥专长,在茶叶生产制作和营销中互相协助。 曾冠影也常以自己创业的故事,鼓励在台湾的朋友把握机会到大陆就业创业。 我也会跟他们分享,我在这边的一些发展情况,告诉他们说,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机遇,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,其实他们都可以去把握。 我也更愿意把这些东西,这些机会告诉给台湾的朋友,首先就是我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,让他们一同来参与。